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自己的正气的虚乐 那么在临场上呢 往往有时候人认为呢 这个人啊 邪气不胜 有的人表达这个邪气虚乐 原来胜之了 后来邪气虚乐 你能不能这样讲 这个是错误的 不能这样讲 要讲到虚 肯定是正气的虚 要讲讲到识 肯定是邪气的圣识 这个是一个概念的东西 要搞清楚 那么因此呢 我们说 它是以西识是用于概括和别别 邪气胜塞的两个干领 好 下面我们先介绍虚正 虚正是指人体阴阳气血经业 军水等正气虚析 而邪气不显著 这个书啊 不显著 为基本病理所导致的各种症候 那么这里我要解释一下 他搞讲了人体的阴阳 气血经业 军水 这一部分的内容叫做什么 都叫做正气 人体的正气 由于这些正气亏西以后 好 邪气一定是不显著 如果这个人 这个阶段来看命的时候 他正气已经稀弱了 但是他还有邪气 那我们能不能叫做虚正啊 就不能 这个叫如果还有邪气的话 应该叫做西识价值 对吧 所以神内的虚正的话 一定是邪气不显著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概念的问题 有一次吴老师 当一个基础理论竞赛的一个评委 正好我也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给大家考了 考了以后呢 一个针究系专业的一个团队呢 回答的时候非常得意 哎呀 这一次吴老师 这个题目正好出在我们心坎上了 他非常讲了 什么叫实证 实证就是邪气圣舌 叫实证 什么叫虚正 虚正就是正气虚热 叫虚正 大家说这个大家对不对啊 那么从以往的教育书上就是这么回答的 但是呢以后我们也经过六版七版 包括现在的那个几般教材那个呢 我们仿佛考虑呢这个概念 不完善对不对啊 他一定要有个什么呢 要邪气不显著 虚正一定要是邪气不显著 实证一定要正气不虚 对不对啊 这个要有他的补充才能完整 是不是 所以呢 我讲的反复交代的这个问题是感到什么呢 这个就是一个概念的问题 你要讲他虚正一定是正气虚热 邪气不减著为基本病理 所导致的症候 好 由于正气虚在临场表现上 主要以不做松弛 筛退特征的各种症候 也就是他所表现出来的临场表现呢 他具有不足的内涵 具有松弛的内涵 具有筛退的这个特征 那么在临场上呢 一般以久病 病是比较谎 多虚症 这是我们讲的 多虚症 多虚症 生命的久病 是谎的 也有神症的 但是便宜虚症为多 好胜孤独的多虚症 体的属弱 属体比较虚弱的多虚症 那么由于省上正气的不同 影响丈夫气管的差异 在临场上 西症的表现也够不相同 可以说内容很多 五张都有西 五张六复都有西 他表现的特征都不同 那么西症刚刚我们讲 又有阴虚阳虚 气虚学习 精也亏好 也有精髓的不做 所以他表现出来的临场表现 太多太多了 那么我们要在病性辩证 和丈夫辩证里面 还要详细给大家介绍 当然我们这里主要讲 他这个西症的概念 和西症的形成的因素 下面我们介绍西症 凝症的原因 西症的病因病激 首先我们说西症 一个是由于先天临腹不做 我们说这个先天的体质 非常重要 父母亲遗传给你这个好体质 孩子不好的体质 这个先天的东西 叫做临腹不做 就容易形成西症 你譬如说先天性心上病 他生下来就是由心去西走 心去不做 心去不做 后天色调和决病的好什么 那么后天色调 这是一个大的概念 后天色调就很多很多了 那么我们说一般来说 后天色调形成虚症的最大的是什么呢 是脾胃 请同意们注意 我们说脾胃是后天之本 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 因此脾胃功能失调以后呢 它气血生化不做 啊 所以请同意们注意 后天色调 还有呢 第三个就是疾病的耗神 这个疾病的耗神 有先天病部不做 后天色调和疾病的耗神 那么具体来说呢 我们说饮食色调呢 一般会影响脾胃的功能 导致饮血生化之源不做 还有呢 失利太过 或者是悲哀惊恐 孤独牢卷等 主要是耗伤气血盈盈 第三个呢 灵常见到的呢 古书上写的很多叫防尸不解 有的叫做防劳不解 那么这种情况呢 就耗伤了圣经的元气 那么酒病呢 我们说一般酒病失智物质了 省上了证据 还有呢 大汉 大蟹 大土 大车穴 尸禁等 都会 抛上了因业气血 都会形成虚症 那么我们说 虚症的主要的原因 是我们 这个酷的重要的 重要的内容 请大家一定要掌握 为什么呢 你晓得这一种原因以后 导致的几乎 它是形成虚症的一个 关键方面 那么变成要点里边呢 我们说 他这个人 基于不足松弛 塞退的这个特征表现的 我们说就叫他虚症 比如说这个人 什么都没有 就是感到神疲乏力啊 以言低弱啊 这一种表现的 我们说 他就是一个吸尘 对吧 但有时候 他说我呢 头昏默穴啊 这个是不是也是吸尘啊 对吧 那么等等 那么有了这个 不足松弛 塞退现象 出现的时候 我们要 还要审核一下 这个是真虚呢 还是假虚呢 我们后面还要写到 真实假虚 真虚假实的表现 对吧 那么 我们讲呢 长期的不足 长期的松弛 长期的塞退 有这样的特征的话 他都半是内涵了 虚症的特征 好 下面我们讲 实证 实证的概念是指 人体感受外邪 或者是 疾病过程中 阴阳气血色调 体内病理产物 对接 以邪气盛舍 正气不息 为基本病理特征 下面呢 我们要解释一下 这个里边关于的一个问题 请大家注意 这里边的邪气啊 要注意 一个是外干的邪气 还有一个呢 是体内的病理产物 的邪气 那么病理产物呢 我们终极上讲的是 第二病因 是不是这样说的啊 是这样说的啊 所以是 丈夫功能 失调 产生的病理产物 比如说医学 比如说弹射 对吧 实戒等等 这个都是病理产物 那么我们说 这个邪气的圣食 一个是外邪的圣食 一个是 病理产物的圣食 这个两点 但是这里边 要讲到一个 正取不息 这个我刚刚已经讲了 非常的重要 在这个阶段 他一定是 偏于邪气 以圣食为主要矛盾 而正取不息 这个关键 请大家要听清楚 那么临障表现呢 由于感邪性症 以及病理产物的不同 以及病邪 清晰 情绩部位的差别 实证的表现 也各不相同 那么这个和虚症一样的 我们说外邪 有外干六言邪气 风寒 属是照顾 内生的邪气 刚刚我已经讲了 也有好多 有医学啊 有谈应啊 有水色啊 对吧 有计时啊 对吧 有重剂啊 有实际啊 等等 这个病理产物的 这个也比较多的 对吧 那么这个里边呢 请大家要注意 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行了啊 邪气圣时 但是正气不去 但是呢 一般来说 心起的 暴病的都市症 病情 继续的都市症 体质战时的都市症 这个是 大概的情况啊 介意 特然 起病的 暴病的 那么我们说 心病暴病都 是症的位多 还有呢 病情来得快的 也症症多 还有呢 体质脏症的 一般症症多 好 那么这个呢 我们在后面的 病性辩证里边 要讲好多的内容啊 好 这里重点要掌握 形成症症的原因啊 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 风寒属舌造火 有力 有力 以及重度 等邪气 侵犯了 人体啊 重度 应该是外邪啊 由于外生的邪气 正气 分歧 抗邪 所以病死 比较以 抗奋 激迫 以寒日写住 疼痛 阻裂 或者偶血 刻刹明血 二变不通 脉舌等症为 突出表现 第二个呢 是内让功能 失调 气化 是这 气机组织 形成痰 痰 饮 水 色 农 医 血 术舌等 有型病理物诊 用机停机于体内 那么这里 我就讲了比较详细了啊 看看 这内生的血 有拿下 病例产文 用机停机于体内啊 由 痰 饮 水 色 农 医 血 术舌 这个是前面的 大家记住啊 记住 由这些形成的症候 我们说 都所以是症 那么我还要给同学们 要讲一个道理呢 就是说 凡是 这个 病例产物 倒置了 糖 饮 水 色 农 医学 这个 硕舌以外 除了 硕舌和农 以外 它 比较表现为 邪气 抗生以后 就导致了 这个呢 一般就是 比较 那个 那个 正气呢 不伤得多 但是呢 糖 饮 水 色 医学 往往是脏腹功能 不做以后 才能产生这种的 对吧 它内含了 有一个正气的 一个方面 对吧 你比如说 水色 皮的功能很好 你吃进去的水 一下子 它硬化掉了 它不会停居下来 对吧 所以要这种 病例产物 停居下来 它需要有正序 然后 再有血舌 是不是这样 医学也是这样啊 如果是 推动气血 疫情 强的话 它不会医学 是不是 那么这个里面就是 隐含了有本息的 这个病例 但是我要给同学们要介绍 要讲清楚的一个什么道理呢 就是说 它这个息 是本息 本质息 本质息 如果已经产生了 血舌了 舌血了 这个病例产物 已经以舌血为主要矛盾了 我们辩证是辩论它的主要矛盾 或次要矛盾的方面 它的完全的特征 是一个病例产物 舌症的特征出现了 那我们还是 正当它是舌症 听懂没有 我举一个例子 同学们就要理解了 后面我们还要讲到 你比如说 这个人新气息 新阳息 由于新的阳气息 不能推动血液 正常的运行 到突然 哪一天往上 他就是 就医学内组停下来了 倒是所谓叫心肌梗舌 我们终于叫做心壁 壁组不通了 那么在这个壁组不通的时候 你说这个是不是 心舌交争呢 不是的 这个就是完全的舌症了 是医学内组 不通舌通的 这个舌症 治疗原因 我们要通医为主 不是补息为主 理解吗 当你这个医学通了以后 我们还要考虑 这个医学是由于 心的阳气 不足道子 要补他的心的阳气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 吸食辨证在临床上 非常重要重要的一个 病性辨证 病性辨证 你要要看准它 你要看准它 你也晓得 这个就是基本空 你要晓得 这个来龙气呢 主要矛盾 胡吃要矛盾 好 那么刚刚我们讲 这个呢 造成了这些 停滞下来的病例改变 一般呢 都说以呢 舌症的繁残 所以 临床表现呢 既有友谊 抗胜 停聚的 特点的话呢 这个我们都叫做 它是一个舌症 好 吸食证的鉴壁要点 我还是固执给同学们 自己扣后的讲 就是说在临床上 你要 现在试证已经修完了 你要会变变 这个是 一看 这是续证 一看 这是一个试证 要很快的反映出来 请大家自己再扣后 来接变 好 下面我们讲 阴阳辨证 阴阳是归类 病症 类别的两个肝粒 是以疾病的病性 真后的类别 临床表现等 进行阴阳分类的 下面我们讲 阴阳的分类 阴阳分类 我们一开始 就给大家介绍了 不是阳症 就是阴症 对吧 那么所谓阳症呢 在临床上 凡是借到 兴奋的 躁动的 看净的 明亮的 表现的 表症 热症 实症 以及 症状 表现以外的 向上的 容易发现的 或者是 病邪性 作为阳邪 致病的 病情变化 比较快的 都说以 阳症 那么简单 我们讲是 表症 热症 实症 这三个症性 就归说 阳症了 对吧 那么这个 比较好理解 那么 它的 特性 特征性的表现 有哪些呢 我们说 比如说 面是 面吃 比如说 乌寒 发热 这是表症的 变化 对吧 肌肤 作热 烦躁 不安 乙身高看 呼吸气粗 喘错 谈鸣 口干 又饮 小便 等吃 尸痛 大便 臂 致臭 为什么要 这样这个呢 有的 还有 气息道子的 便秘呢 对吧 气息道子的 便秘 它动力不足了 就是 几贴 数贴 不大便 它也不足 不取臭 那么这个所谓 犧牲啊 我们要用 补气通便的方法 对吧 所以要讲一下 你要阳症的话 一定是取臭的 蛇红 降 胎 黄 黑 生 芒 刺 埋佛 说 红 大 滑蛇 那么同学们 如果老师 变得好的话呢 我这一组 增长 实际上 都是 阳热症状 对不对啊 是不是 我叫大家归乐的吗 我这里也 归乐出来了 对吧 这个就是 阳热的症状 那么 我们说 乌寒发热 它是表症的一个特点 它是病在 反应于外表的 那么这个 就是 也是阳症 那么这里边 面红 肌肤 坐着烦躁 不安 口渴 月影 小别 长车 失痛 这个是所谓 热症的表现 那么 以身高抗 呼吸气粗 产出 谈命 大别 必见 为 施症的表现 因为这个里边 这一组的表现 要请大家注意 为什么就叫它 施症呢 不能叫它 施热症 和施寒症呢 因为呢 这个里边呢 除论是 咳嗽 气场 产出谈命 大别 必见 这里边 内含了 寒日之症 它 施寒症 和施热症 都可以 出现这个表现 是不是啊 但是我们说 这个都是 邪气 甚至而引起的 施症 好 下面 这个症状 就很明显了 这一组症状 是什么症 是施热症了 是施热症 阳日抗症的症 好 什么叫做阴症呢 阴症 反而见到 一致的 成郡的 腮退的 辉昂的 表现的 理症 寒症 虚症 以及症状表现 以内的 向下的 被容易发泄的 或者是病邪性 这位阴邪症病 病情变化 比较慢的 都说阴症的 范畴 那么 大家一看 这个 大概念 这是叫做 大概念 那么 具体表现 在哪里呢 我们说 他 临常表现 譬如说 面是苍白 灰淡 精神 这一组 寒症 虚症 对吧 所谓 虚症 寒症 而 理症 所谓叫 理症 虚症 寒症 因此呢 我们说 这一组 正常呢 精神萎靡 身体 身体发力呢 是气息的表现 微寒之冷 口感不可 小别 清肠 大别 弹血 气心 这个气味啊 不是 这个 腥臭 而是一种 这个 这个像什么 像 疑心味 淡化味 这样的腥臭 我们说 这一种 是消化不良 西医讲的 当然我们 中医上讲的 这个是一种 寒的表现 你想小孩子 两三岁的小孩子啊 一不小心啊 他就 大便 就是 糖血 气味 比较 腥 这个 一种 一种 淡化腥 或者一种 鱼腥 这种腥味 同时呢 他 这个 大便呢 还可以发青 那么这种呢 都是说一种 寒症的表现啊 是寒粮引起的 那么 这里呢 舌淡胖嫩脉 成词 微弱 细弱 那么这个都是 理系的尘脉 那么我们一看到 这些内容 我们心里都要明白 它是一个 理症 吸症 寒症的 一个特点 刚刚我们介绍的 这些内容当中 实际上 同学们都知道了 这个 一个是 阳症 一个是 阴症的表现啊 阴症的表现啊 感谢观看